疫情升温 宅经济也跟着升温 再加上游戏的旺季 寒假就快要到了 所以游戏储存的装置真的是卖到缺货 特定容量的 甚至要等两个月才会到货 还有电玩展将在1月22号登场 今年不少业者都推出了手游 多档游戏股也渴望迎来话题 还有力度行情 Showgirl一字排开头戴猫尔 打扮成电玩角色 1月重头戏电玩展将在1月22号 一连四天登场 各式游戏也抢先曝光 今年走的是手游风 游戏下载量创新高 以这款游戏来说 2020年上架以来 下载量就冲破了2500万人次 经典日本RPG游戏 复活鞋神在Switch手机都能玩到 疫情之下 宅经济夯另外一款战略型手游 去年9月推出 短短4个月下载量就突破百万人次 在社群上面 玩家们的讨论度是非常的热络 那如果看到游戏内的一些行为的话 其实我们的玩家游戏时间非常的长 对 而且他们的一些消费的表现 也都还不错 通体全黑工业风的设计 外形相当有质感 游戏储存装置品牌 也将在电玩展推出 读取速度更快 每秒达到7000MB的硬碟 受到疫情影响 不少人待在家玩游戏 部分商品还卖到缺货 零组件短缺的关系 所以在某些容量的商品 在出货上受到一些干扰 尤其是因为运输的原因 建议客人可以购买 我们已经有的库存 那当然你说全系列都有货 其实还是会有某些部分的品商 会有一些短少的情况 大概也就是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马上就要进入过年跟寒假忘记了 加上疫情 多档游戏股近期都有亮眼表现 12号股价华翼上涨3.46% 疫权涨幅将近3% 后续也要看电玩展开展之后 是否能带来话题增添力多 东森谈新闻 刘子彤 林浩宇 台北报导 那我们先看盘通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